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父爱如山的电影《网络迷宗》 金有个上高二的女儿 两年前妻子因癌症去世 金伤心不已 而女儿小金也深受打击 变得沉默寡言 周四时,女儿说要晚点回家 在夜里11点时,女儿给金打了三次电话 但金睡着了,没听到 转天早晨,她给女儿回拨电话 但却无人应答 于是,她给女儿留了言 但直到下午三点多,女儿依旧没回信 金想到今天下午是女儿上钢琴课的日子 于是给钢琴老师打电话 但老师说,女儿早在半年前就退掉了钢琴课 这让金吃惊不小 她忙给女儿的学校打电话 得知女儿今天并没去上学 于是金报了警 一位女探长负责小金的失踪案 金上网查询到 这位女探长曾获得过优秀警员称号 女探长详细了解了情况 并让金想起什么,立刻通知她 之后金打开了女儿的电脑 登陆她脸书账号 但她不知道密码 于是,她点击忘记密码 要进行密码重置 于是,脸书给女儿的谷歌邮箱 发去一个验证码 她登陆女儿的谷歌邮箱 但同样不知道密码 于是,她点击帮助 于是,谷歌邮箱给紧急联络邮箱 发去一个验证码 那个紧急联络邮箱是金的妻子的邮箱 金登陆了妻子的邮箱 然后利用验证码 一步步重置了女儿脸书的密码 从而登陆了女儿的脸书 女儿脸书好友 基本都是她的同学 她挨个给这些同学打电话 但没人知道女儿去哪了 有的人还说小金很孤僻 不怎么和人来往 就连午餐都是一个人吃 金的弟弟让金别光联系脸书好友 也联系一下线下同学 于是金打开女儿的文件馆里 发现一个学校文件家 找到一个生物进阶小组的文件 于是,她立刻联系了小组另一位女组员 女组员说 周四晚小金确实在她家参加了生物小组的学习 但是九点就离开了 女组员还说小金经常玩轻博客 于是金登陆了女儿的轻博客 但只发现了一些风景照片 而女探长这边通过搜索摄像头 发现了小金驾驶汽车 上了一条出城的公路 然后就没了踪迹 女探长让金多关注女儿最近的异常举动 于是金想到女儿退了钢琴课的事情 但自己每周都给女儿100美元钢琴课费用 于是她登陆女儿的银行账户 查到女儿把钢琴课费都存进了银行账户 共2500美元 然后在6天前全部转给了一个陌生账户 但那个账户已经注销了 之后金又登记了女儿的IG账号 浏览照片下的评论 发现一个男的经常给女儿评论 发现露骨的言语 他浏览对方的IG账号 发现对方喝大酒 抽阿拉伯水烟 还玩枪支 是个典型的坏青年 于是他到网上查询对方姓名 在一个付费查询网站 花了49美元 查到他的联系方式 他给对方打电话 但对方说周四晚他在看演唱会 而之后这也得到了警方的证实 金愁眉不展 而探长打电话来说 他们恢复了小金的硬盘里被删除的部分资料 查到一个半假日的联系方式 半假日的说 小金找他办过一张假身份证 女探长还说 他们通过银行查到小金 汇入2500美元的那个账号 其实是他自己的 然后他自己又把这笔钱取走了 女探长说 这样做可以防止资金被监控 说在毒品交易里 这种事最常见 他说小金买假身份证 应该是离家出走了 但金说 女儿在周四晚11点 给自己打了三次电话 所以他绝不会是离家出走 接着金打开女儿常访问的网址 发现一个直播网站 他登陆进去 发现好多人在直播 他点击开始直播 立刻看到了自己 有个叫炸鱼薯条的人 进入直播间 又立刻退了出去 接着他点开以保存的直播 看到了女儿以前的直播 发现那个炸鱼薯条 频繁和女儿互动 女儿曾查看过炸鱼薯条的信息 显示对方20岁 是个餐厅女服务员 他说自己母亲得了癌症 自己家没钱 父亲甚至要求他退学 金立刻将这事报告了女探长 女探长联系上了炸鱼薯条 证实周四晚 炸鱼薯条在餐厅上班 而且有餐厅经理作证 金非常沮丧 之后金发现女儿的清博客上 有一张在湖边的照片 写着在巴尔伯扎放松 他立刻查询巴尔伯扎 搜到一个湖 距离女儿出城的地点 只有五分钟车程 他立刻驾车前往 并在湖边 发现了女儿的钥匙链 此时已经是凌晨四点 他给女探长打电话 女探长立刻赶到 之后警方在湖中 发现了小金的汽车 仅害怕至极 但索性车内并没有小金的尸体 但在车内 发现一个装着2500美元的 牛皮纸信封 而且副驾驶上有少量血迹 表示曾有过肢体冲突 女探长接受采访称 本案将被视为绑架案 于是警方组织志愿者 开始搜索附近区域 但第二天却大雨滂 影响了搜索进度 本案上了热搜 网民纷纷评论 小金的同学们 也都发了祝福视频 并收到大量点赞留言 而那个坏青年发帖说 小金和他在一起 天天黑羞呢 金查询他脸书账号 发现一条7分钟前的帖子 显示地址是在一家影院 于是金跑到影院 找到他 他说他是开玩笑的 气急的金 将他给揍了一顿 于是女探长 禁止金在参与调查 金郁闷的浏览 女儿汽车的图片 发现女儿的衣服上面 有飞鱼曲棍球队的logo 他立刻想到自己的弟弟 是飞鱼队的铁粉 于是他浏览了 女儿和弟弟的聊天记录 赫然发现里面写着什么 昨晚太爽了 今晚来我家 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 等聊天记录 金钝杆五雷轰顶 于是前去质问弟弟 弟弟只好吐露实情 说自己只是和小金 一起抽大麻了 说母亲去世后 小金很痛苦 想试试大麻 自己就给他试了下 结果小金就上了瘾 弟弟还说 因为小金看到钢琴 就会想到母亲 所以很排斥上钢琴课 此时女探长打来电话说 凶手找到了 金顿时瘫软在地 一个有吸毒性侵前科的男人 发布了一段认罪视频 说他绑架了小金 并折磨了他 还将他装在旅行箱里扔掉了 随后这男人在家中自杀了 女探长宣布 已经失踪了五天的小金 已遇害 金痛苦不堪 之后葬礼直播公司 让金发一些女儿的照片 在葬礼上播放 金发了一些照片过去后 末尾出现公司制泄词 和一个女人的照片 他看到那女人相当眼熟 于是打开直播网站 赫然发现 这女人和炸鱼薯条是同一个人 他立刻用谷歌搜图 搜索这张图片 发现了他的各种类型的照片 还有联系方式 金打电话给对方 但对方说自己是个广告模特 不知道炸鱼薯条是谁 也从没有警方给自己打过调查电话 金心里一惊 这说明女探长对自己撒了谎 他立刻搜索女探长的资料 见戒毒所的照片 震惊的发现 其中一个罪犯 正是发认罪视频 并自杀的那个男人 惊恐的金打开女儿的葬礼直播视频 发现女探长果然去了那里 他立刻赶到那里 人们纷纷对他表示安慰 他站在那里 紧紧盯着女探长 然后几名警察进入 女探长被带走 在车上 金问女儿死了没有 女探长说 即使小金没坠牙摔死 但五天没水喝 也会被渴死了 但金说 女儿只有两天没水喝 因为期间下了一场大雨 他立刻要求掉头 前往女探长说的 女儿坠牙的地方 就在那个湖附近 警方立刻组织人 下到15米深的谷底寻找 果然找到了小金 而且小金还活着 这位伟大的父亲 凭借自己的聪明细心和坚持 拯救了自己的女儿 而真相是这样的 那个炸鱼薯条 是女探长的儿子 他是小金的同学 从小就喜欢小金 但不敢表白 于是编了个炸鱼薯条的假身份 接近小金 还说自己母亲也得了癌症 想引起小金的共鸣 于是好心的小金 把钢琴客的2500美元 转账给了炸鱼薯条 炸鱼薯条想把钱还回去 所以带着钱 开车跟踪了小金 正好小金开车去湖边吸大麻 炸鱼薯条进了小金的汽车 小金尖叫撕打 下车逃跑 并给父亲打了三次电话 炸鱼薯条追上他后 小金又尖叫撕打 他下意识的回推了一下 将小金推下悬崖 他吓得忙给母亲打电话 女探长赶到后 见悬崖陡峭 判断小金肯定死了 于是将小金的车沉入湖底 又主动申请调查这件案子 后来他还伪造了一张假身份证 骗金说他女儿可能离家出走了 但没想到金发现了那个湖 小金的汽车被打捞出来 女探长担心搜索队 会很快搜到小金的尸体 于是找到认识的一个罪犯 给他下了腰 让他照着自己写的稿子 录了一段认罪视频 然后杀了他 并伪造成自杀 之后炸鱼薯条也被逮捕 而小金则被抢救过来 经过这件事 小金对母亲的死也释怀了 人也变得开朗起来 还报了音乐学院的钢琴专业 不得不说 金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如果换个人 恐怕小金就没命了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孤朵白 下次见 有猴